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4日 星期三 市先跌而後轉穩 可以說有少少上升 因為始終連跌了五天 今早的指數先高21點 到24,672 曾經一度低見24,557 距離今個月10日的低位24,481點 很近 不過沒有跌穿 證明大市暫時先低後高形態 始終沒有變 其後有些反彈 指數曾經一度升到24,851 其實距離25,000左右的水平 亦都不是差得太遠 值得一提的就是 這個星期五已經是 積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下星期一就是積月期止結算日 連跌了五天之後 維穩的買盤開始滲滲滲滲滲 目的只有一個 希望大市在25,000或高一點的水平 進行一個轉倉和結算 到底市是否真的已經擺脫了逐沉底的威脅 我們還是要等 等到指數 首先回到50天線 25,093點左右 站在50天線樓上 就可以跟大家說 11月份的市 先低後高形態可能都不會有變化 市亦都暫時斷定了下來 不過那一刻就要看成交禁壓 老實說以現在的成交禁壓 就算市真的要向上限 都是有波幅 沒有勝負 有反彈 不過是沒有大升的